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八八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和别看日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哼 土伯爺 你是怎樣 我跟那個老女婦啦 吃飽太贏啦 還要給我離婚啦 我只是白癡的跟她握花生我而已 還要給我離婚 真是吃飽在我腰啊 小狗啊 你再說什麼 感情到本書 不能跟你理人 齁齁齁 人都出來了 還在囉嗦 要你就你啦 我要嚇你喔 好啊 要你就你 你是小狗 好啊 你小女婦 你叫我什麼 你吃飽太贏喔 我都老 好啊 啊 啊 土伯爺啊 啊你齁 你 你吃到這麼老了 不要再想起了啦 不要再想起了啦 你不要管啦 我必來去找一位老女婦離婚 我是不給我做事而已 就要給我離婚 還不給我看見什麼女婿 你如果離婚喔 你比我還要介紹啦 好啦好啦 啊 土伯爺啊 你 你 你不要結婚啦 更冷靜一下啦 啊 你母子是公公的而已 不真的要給你離婚啦 他如果想要離婚我就敢離 我不叫他 簽名簽名我簽給他 哦 哎呀 離婚啊不是好事 你如果不給我做了啦 我做了齁 你會合會喔 哎呀 這台灣啊 很多人都離婚啊 所以我 雖然老 老 我要離婚 我 我這又是沒犯罪啊 是啦 是啦 啊 是不是不犯罪啊 我又不懂啦 但是如果是基督教的講法喔 那就不可以了喔 嗯 那是怎樣的 聽他們在那裡說喔 他們感覺結婚是一種那個 那個離婚 就是跟兄弟打客戶一樣的 啊 如果是離婚喔 那就是飛玉 那就是犯罪 我聽你在說 現在不是我要離 是我們母要交我離 所以我去用強敗的 那我沒有犯罪 我是無故的 犯罪是我們母 啊 土伯啊 啊 不管基督教還是什麼教都一樣啦 離婚就不好啦 你就不好穿洞啦 我不管啦 我現在要去買離婚食物書 你別打扯啦 你別打扯啦 賣啦 等下啦 哎呀哎呀 沒關係 你要去 先聽我講說你吃一句 喔 啊 這個離婚沒人贊成 真的沒人贊成 為什麼沒人贊成 因為如果有孩子 這個離婚對孩子的心靈來說 很大的傷害 你們兩個人那時候把我洗下來 洗一洗了 現在把我放衣 兩個人在收拾唱 你要把我吃 你要把我吃 這樣 所以這個最後的結局 對孩子的心靈 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像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有很多社會案件 出現很多社會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現代人 太簡單就離婚了 所以離婚之後 對孩子的傷害 會造成將來的社會 會造成這個將來的社會 困擾 也會造成這個小孩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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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結婚的時候 也會受到這個困擾 因為他沒有在一個健全的家庭 大小孩 他不知道要怎麼跟別人家 他就看到爸爸媽媽 完結就離婚 將來他結婚 跟他媽媽跟他媽媽 跟他媽媽也說離婚 因為我爸公佈 那時候就是 叉叉叨叨 離婚 用離婚就來改革了 所以他只會贏一步 遇到困難 遇到老婆媽媽 遇到衝突 這樣要怎麼辦 他只會贏一步 離婚 這樣是不是害到小孩 對嗎 所以 如果有小孩的人 真的 你絕對不能隨便 考慮你要離婚 有人說 我沒有教授 教授我沒有小孩 老公說你說我這樣對 我沒有小孩 我現在可以很自由離婚 沒有小孩也是沒有經激離婚 為什麼 因為 如果有一個人 遇到困難 遇到困難 我們就要用 渡渡 用三票 用渡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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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事實上真的是這樣 因為他已經學到一段 就是說 離婚了 你怕你的路過我的救 對他都沒有事 這樣我的問題就解決了 我們選擇一個 最簡單的方式 最簡單的方式 去解決問題 其實 我們只不過在製造 後一次的問題 所以 反對 第二 如果這個社會 大家都選擇 如果結婚不好 就離婚 整個社會的狀態會很不安定 會很不安定 因為我們知道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單位 所以如果家庭很穩定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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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但是 有完一個家庭的時候 整個社會有一個安全感 就是說 人跟人之間 人必 有個性不好的時候 有心情關係的時候 有種種的情形 但是無論如何 大家非常要討論 大家想出一個辦法 來解決 這樣 所以 不可以怕像離婚這條路 所以這個觀念會幫助 整個社會的好處 如果整個家庭的部分 大家都說 不然剛好就走了 整個社會氣氛 大家都這樣想 大家遇到困難 嘲笑的時候 我自己不遇到 我明天知道 我彈下去 我要死了 所以這個社會 總會變成一個 大家很厲害 一個遇到困難的時候 大家就想要這樣 所以這個對整個社會 上海其實是非常大的 所以 基督徒是 真不贊成離婚 因為無論什麼 原因的離婚 對社會 都會造成上海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 你沒有給他離婚 但是真的有的人 很高興 就是說 譬如說 會打牌 你不可以離婚了 因為我們 去都搞反對離婚了 所以你不可以離婚了 不可以說 我繼續跟你打 所以這邊做一個困難 這樣大家了解了嗎 這個世間人和的制度 都有優點 有課點 婚姻的制度 優點 就是社會好害 課點是什麼 課點就是說 如果 當事人 這個男女 他們兩個人 如果沒有這個生意 要解決他的問題 那兩個人 還不能離婚 那就變成比四更痛苦 所以出現 聖經有一句話 說 聖的意思 是不愛我們人離婚 但是從古早開始 就屬失聖 就是有人離婚 人家問亞蘇說 會怎麼這樣 你聖經說不可以離婚 但是摩世也是說 就為什麼 你如果身體很不滿 你就離婚協議書 寫寫來寫來 寫來 摩世說不可以 是因為不愛這個太太 寫家會給你打到死 不愛你的 神經太太寫家 給你照撻 那是 五、五、三、三、中 相對的婚姿 是 兩個人 如果到座就不能離婚 這是相對的婚姿 你如果寫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離婚了 你知道嗎 你寫來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我要跟他帶他 你不可以 成婚跟他結婚 你如果男朋友 女朋友 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 就你們兩個人覺得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成婚作為 就來婚規 這大家都可以接受 因為你們兩個人並沒有真的結婚 所以你如果真的兩個人到一個地步 覺得我願意來對你負責任了 不是只有三名海市 看電影 設計 我是真的有一個生意 說 好啦 我們兩個人不是只有說七頭而已 就無論 發生什麼事 我開一張保證書給你 我不會幫你幫忙 無論如何 我一定堅持到地 那叫做離婚 所以我們說 離婚不是一個制度 離婚是兩個人的一種約定 離婚是 結婚是兩個人的一種約定 就是結婚就是 我願意我願意跟你做回 一直教我老 一直教我離婚世間 所以結婚的人 常常都在那裡交通 在相對面前 兩個人生育 還有我手指 就是說 無論這個世界如何 剛才我死 我們才會分開 這是兩個人感情好的時候 現在問題結婚之後 兩個人感情在外面 完結了 兩個人在看不順暢 雖然結婚的時候 所有人說什麼 那些都不順暢 這就是在說 我們人的座 好的時候 好跟人丟丟 放不開 一樣兩線 如果心情在外面 希望一個不好的時候 一腳就打開 看到這個人就討厭 這叫做人性 所以 所以聖經很清楚知道我們人 悲心押苦 如果心得來 我們就很高興 如果苦的 我們就要等悲宿 相對說 這樣沒有結婚了 所以相對說 你不能離婚喔 你如果太清楚 你如果結婚就不能離婚 你如果太清楚 比較慢結婚 這就是相對意思 所以親愛的朋友 其實就是很反對 但是 聖經說 如果對方要走 變成說 人要跟你離 你又跟他高高低這樣 你這樣好心 跟他高興說 不要這樣啦 他都不 他要走 聖經說 他如果要走 你只好幫他走 因為你如果不讓他走 他真的建設回想去 你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 傷害你的事 所以雅蘇跟這些 新的夫妻跟這些老百姓說 摩世說 好 要離婚 那是因為你的心中懶 因為如果懶得 你們留在婚人裡面 你們會出事 不然我本上的意思是說 不要啦 兩個人到庭就一次 四人到庭了 但是相對說 你們兩個人 繼續懶得到庭 如果不讓你走 兄弟會出事 過不二三種 只好讓你走 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朋友要離婚 簡單的建議 請你先去找一個夫妻 找一個婚姻的協定 來處理 如果正經不可以 最後一步 我們才來考慮到離婚 但是不可能 盡量是賣 離婚的人 不應該比較好 先找夫妻 先進行一步 這樣建議可以嗎 這樣可以 這樣好啦 好啦 如果是這樣說 不然我先來找夫妻 跟我們母子去試試看 對 先去找人協定 兩個人交通 將問題解決掉 不然像你這麼多歲 幾乎十年的婚姓 不能一時的精術 整個都把婚姻放掉 好 好啦 不怕你問 怕你不問 怕你不問 好 那你不問 快樂 在說吧 不算你不問 我可以找夫妻 那你不問 你不問 做吧 很抱歉 你不問 你不問 這人 你不問